岡山区剪桥为跨越阿公殿西 两侧衔接空医院路与剪桥路 现况桥宽约8公尺 仅供行人及机慢车通行 为配合周边区域发展 一都市计划道路改建为20公尺宽 长60公尺 岡香梁车型桥梁 那我们那个剪桥本身 它是岡山市区跨越阿公殿主要的桥梁 那两侧它衔接空医院路 跟剪桥路 那原来的路宽是差不多8公尺宽 那只供行人跟机车通行 那会配合整个的周边区域的发展 所以我们就是依据都市计划 就改建为20米宽的桥梁 那如果完成后就是两侧 一块一混合的车道 那我们现在新建的长度约60公尺宽 它是一个钢香梁的桥梁 那总经费超过1.2亿 那工期超过340工作天 我们是预定在113年 它可以如此如此的完成 新工处表示 总经费为1.2亿元 工期为340工作天 完工后可提高区域道路服务水准 改善市容景观 那整个完成后 我们就会提升整个区域的道路的水准 那改善整个市容景观 那使附近的居民出入会更方便 那促进整个的观光效应 那高雄市本身 它是从过去的重工业的形象 那我们逐渐会推向于 创新科技跟绿人发展 那我们希望能打造成高雄半导体的科技园区 那钢山剪桥改建完成后 我们预计可以对整个南部半导体 X栏道生态系的交通系统 可以提供更便利性的交通 谢谢 完工后 让居民进出安全便利 带动地方观光发展 在施工过程将积极督促 协助辅导厂商 掌握品质进度及公安 并如期如值完成工程 提供市民便捷舒适的交通建设 记者李征道高雄报导